今天呢 其实呢 我想呢 告诉大家 一个 讲点精彩的 而且呢 因为我看年轻人很多 我讲一点带有 科学观的 佛法 研究人生的话题 你们一定喜欢的 不管你学博不学博 你都会很喜欢我讲的 下面的话题 今天讲什么话题呢 讲给大家听 人跟人之间呢 为什么有些人 脑子本来很清楚的 思维很敏捷 但是碰到了 另外一个人之后呢 你的思维突然会打乱 要讲的话想不起来了 被他一讲话你傻掉了 或者停止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呢 都有一种释放 和吸收别人磁场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经常和一些 脑子里比较肮脏的人 在一起接触 他会把你的磁场污染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如果经常跟心灵 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 他自己心灵会散发出的磁场 把你的心灵会净化 所以为什么要跟好人在一起 你会越来越幸运 你今天跟坏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越来越倒霉 举个简单例子 你跟赌鬼在一起 你是不是会越来越变赌博 赌棍 你如果今天跟一个 好色的人在一起 你是不是整天 就会变得好色了 你说他的影响了 对不对啊 如果你今天跟我们学博的人 都在一起念经 你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我们在这里不会骂人 不会偷东西 不会做坏事 今天大家散发出的磁场 都是正能量 那你坐在这里 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你想想看有些人 不要说跟人跟人的接触 就是打一个电话 对方哭哭啼啼的 你电话挂了之后 你的心情马上受他磁场影响 一会儿一会儿 真没劲 对不对啊 很多人去参加完 火葬场的追悼会 回到家里 人真的没意思 对不对啊 你跟我们在一起 越来越有意思 因为我们讲的是 人不会死的啦 现在很多人问台党 台党你很厉害啊 你什么都知道 手机有没有磁场啊 腹射啊 当然有啦 手机你打了时间长 你头会痛啊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磁场 干扰我们啊 对不对啊 但是就像人跟人接触一样 虽然你没有觉察到 它对你的这种影响 如果我们今天讲话 跟我今天说 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边上来个人 好什么啊 昨天还应天呢 你说哎呀 这两天过年了 我们要开心一点 开心什么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生活 能开心吗 你想一想 他只要反对你 你已经被他的磁场产生混乱 他在讲第三句 你妈就 你给我滚蛋 来了吧 是不是受别人影响的 所以你就会变得烦躁不安 这些都是人现实生活 学活碰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思想一直很聪明 很稳 很敏捷的 碰到什么人都下不去呢 但是他碰到另外一个人 跟他一讲话 他就傻傻了 你说人傻不傻 人被别人外界的影响的 已经大到不可能控制自己的程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被人家骗 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我们不是被人骗的 我们连电视剧都能骗我们 想一想看个连续剧 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不停地擦还要看 你说我们被人家骗成什么样子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他的磁场 并另外一个人的磁场包住 他自身的磁场的功力就没有了 所以对方磁场比你大 他就能干扰你 穿透你 甚至把你全部覆盖掉 把你的意识 他可以锁在一定的范围和空间当中 他就可以完全让你的思维停止 我举个小孩子的历史给你们听听 你是大人 对不对 磁场大 他是孩子 磁场很小 这个小孩子说 妈妈 说什么话 妈妈就 不许讲话 是不是被他盖住了 过一会儿 妈妈 好妈妈带你出去 妈妈到哪里去啊 不管到哪里去 我叫你到哪里去 你就到哪里去 是不是磁场被人家盖住了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先生也是的 太太一开口 先生就不讲话了 有些太太也是的 先生一开口 太太又不讲话了 实际上 你是被他的磁场所盖住的 我待会儿会教你们怎么样 把磁场加大 以后叫他听你一种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磁场放大 其实呢 你自己呢 就是拥有能量 对方就没有办法锁住你 和盖住你的心 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啊 要掏空 别人的磁场过来的时候 像穿透你的心一样 没感觉 我问你 别人骂你 你没有认为别人在骂你 你是不是没有痛苦啊 很多人人家骂 哼 这种人还配在我这里 他真的不知道他骂他的时候 他还是 是啊 这种人也有的 对不对啊 还想跟你们讲 过年的时候 就是一种磁场的感应 为什么过年要说好话呢 对不对啊 看见你 哎呀 恭喜发财啊 恭喜恭喜啊 那你一听 恭喜还没发财呢 我还没发财啊 恭喜什么 不会的 因为你听进去了 恭喜发财 哎呦 你真的不像 嗯 好开心 实际上你接受了他的好的磁场 对不对啊 如果今天冲着你 哎呦 这人真讨厌 哎呦 看你的样子 一脸拿去发财的 可能会辣 已经听了不开心 对不对啊 马上已经受到他 负能量的磁场的感应 所以你就会变得不开心 你接受了他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有人问我 台长 单位里这个人 整天给我眼看 摆我的眼 整天骂我 整天让我不开心 那我怎么样来对捕他呢 我说 别人送给你一个礼物 你不接受的话 给谁啊 他说还是他拿去了 当别人在骂你 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不接受他 好像没有骂谁一样 他最后会气得半死的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人 气出病来 无人气啊 对不对啊 太太在骂人 啪啪啪啪啪 开机关枪 你就在边上笑笑 骂谁啊 我又不知道 他骂了半天 啊 你还这个样子啊 更生气 对不对啊 所以还给他了 对不对啊 所以要懂一个道理 你们知道为什么 现在鼓掌人不多啊 因为讲到太太不好了 所以太太都不鼓掌 所以我们人把自己放空 就像一个靶子一样 你不要竖起来 给他打 你就放空了嘛 所以过年的时候 要讲好话 让别人开心 对不对 一种好的气场 哎呦 你也看你年轻了 哎呀 这叫语言不识啊 不识有很多种啊 哎呀 你不要以为 给你点钱 这叫不识啊 哎呀 我嘟嘟你叫不识啊 你就说他几句好话 哎呦 好久不见了 怎么这么年轻啊 好久不见了 哎呀 一看你精神饱满 哎呦 你2016年肯定很好 对不对啊 今天我这个老伯伯 我一看见 哎呀 老伯伯 你精神还这么好 对不对啊 你当然开心 一看见他 嗯 这个 前几年看见 我这 今年看见 还 哎呦 老的咧 你说说看 他马上冲着 什么卢台奖啊 吕台奖 这就叫反馈 所以人呐 要懂得 不要被别人的磁场 把它射中 要用自己的磁场 把它顶住 那么自己磁场 怎么顶住别人呢 一个人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经过调查 很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他对这件事情 很有信心 那么就会增加 你的磁场和能量 这个时候 别人反对你意见的时候 你就能顶住 他的磁场能力了 啊 比方说 董事 董事局开会 啊 你调查过这件事情 当别人提出异议 你这件事情 不能这么做的 你这样做什么 他马上就说 一二三四 我都调查过 你很有信心 你把它顶回去了 那就是这样 所以磁场 就是一个人的能量 那么一个人 千万不要 被人家一说就动 被人家一说就动的人啊 实际上 他的磁场能力不强的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很开心 为什么 我不是单单在讲佛法 我是把佛法 融进了人的生活里面 所以台长讲的是白话 好 谢谢大家